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CZ 他们家的手枪里的封顶产品 就是他们家最贵的手枪 没有之一 这已经是他们家的手枪 目前为止的上线了 已经是 好 那么这个就是CZ75 Checkmate Pirot 也就是CZ75 然后鹦鹉 为什么叫鹦鹉 我打开大家就知道了 多种颜色 橘红 绿 红 然后蓝 然后一会儿可能有人家还有紫 就是因为颜色太多了 所以就像是鹦鹉一样 那种叫做金刚鹦鹉的那种 和花 好 咱们 比如说这把枪 这把枪是一把准专业的竞技枪 那么它可以打两种比赛 一种是打production 就是原厂枪 你没有经过任何改装的那种 一种是它可以打open open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你可以无限制的去改装你的枪 大家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看过张国荣的什么枪王之王 还是什么的他们那些张国荣他们打的那种就是open做的 然后就是可以改装把你枪改装到板机要多轻有多轻 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compensator 这些随意加什么红点 随便你想加什么加什么 刚才你们都试过枪 很多人都打得不好 两枪距离很远 如果你练到最短时间里面打出两枪 而是连接的 在比赛里面我们叫做double tag 只有高手才做得到 通常听声会听得出 然后这个枪可以你自己把它切换成这两种模式 那么它原厂来的时候就是这种原厂枪叫production 那么一会我会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是如何改装成这种open枪的 好 咱们先把它拿出来 先说一下有什么东西 这个后面它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它需要专用工具的 我一会给大家拆的时候演示不太方便 所以我提前把它拆起来 那就看一下就好了 知道它平常在这位置就好了 枪拿出来 然后把里面配件这个它会给一个seamware的这种红点 先放到外面 然后这一堆小工具 螺丝 这种slice up 然后slice up 就没有它那个手摁的地方那种插销 各种螺丝刀 然后还有cherry handle 还有这种手指头的这种叫做rest 太多东西了 这里面 然后这个就是open的commentator 然后这个是装 c幕红点用的 那上个就是弹夹什么的 这就没有什么用的 这个枪呢 其实它不是我的 是我的一个客人 拿过来 然后进行扳机 他觉得扳机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沉 就不太顺 让我给他擀一下 然后呢 这个就我当然了这个拆这个东西和这个拍视频都是征求了人家同意的 人家同意之后才能那么干的 不可能直接拿人枪那个就 还好 然后咱们这些东西就先放到这边 好 那么咱们还是老样的第一件事先检查安全 第一件事把人家卸拉 然后拉开 好 完全没有子弹 好 那么这个拆 前一两步跟普通的cd其实区别是没什么区别的 也是一样 把这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对齐了 然后把它 这头砸进去 拔出来 把它向前推 丝滑 这真的叫丝般顺滑 好 这个时候呢 咱们要拆 这个部分呢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枪跟正常的就不太一样了 从这个开始 那么当你的螺丝刀 这个包里你会找找找 找到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小东西 那么这个小东西呢 这不是螺丝刀 它叫 它是一个卡住 这根gaira这种东西 那么这个枪要怎么去拆掉它 你现在这样你是完全拆不开 这是现在就锁在一起了都 你要把这个枪管 这个样子 向上抬 抬到一定高度之后 用手连同枪管 连同你的彩虹 一起向前推 很紧 非常紧 因为这个枪的这个 就是它做的这个filling 做的实在是太紧密了 大家要注意手 千万要注意手 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很多边 比较锋利 是因为它做的filling磨完之后 实在没有办法进行打光 就是抛光什么的 没有地方 好 咱们把这一起推到这 看到有个洞没有 就把这个插到这个洞里 然后把慢慢慢慢的把它松开 如果你这个东西丢了也很简单 你自己去用一个那种U型 叫做 叫什么来着 U型卡子 或者夹纸的那种 你自己拿铁丝窝一个都可以 然后卡住之后 然后整个把这个弹簧和gaira 一起拿出来 这个就不要动了 然后枪管往前推 这个时候 它就要 逆时针拧开拧下来 好 这是它前面的这种正常的前苗 和前面这块 其实它靠这一块是一个锥形面 然后把枪拿出来 锥形面就锁定到前面 就代替了Bushing 它是这样 就非常紧密 你看 淹死合法 一点都不再晃的这种 所以枪的精度非常的高 好 咱们这个 Protection的这种状态 咱们就已经把它拆完了 装回去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 就跟拆是一样 就反过来 咱们把这装进去 然后向前推 先把这个装好 但是这一步非常非常的要仔细 这个枪就是有点过于精密了 所以它很多地方 你差一点点 你都装不回去 把它拧好之后 就这样拧 拧 拧到底 好 把它拧正 那么什么叫正 就是你放好之后 轻轻的放进来 你看到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看不清 但是我现在看见 你看这俩是错位的 这个面跟这个面 这个面跟这 它不是平 它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定要把它拧到平 用力 如果实在不行 用扳手也可以 拧到平 然后这个样子 再把它放进来 然后推到前面 然后这个枪管抬起来往前推 一起推 推枪管 不要推它往 然后把这个卡子拿出来 慢慢慢慢放 千万不要夹到手 然后再把它从轨道装进来 你看 现在我是完全装不回来的 你看我先 回不来的 为什么 因为 这个 还轻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对去 有一丝的歪 它都装不来 因为 它这个位置 这个的宽度 就这个 要百分百进入到这个卡槽里来 就中间这个空位 但是呢 因为它稍微有一点点弯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根本就进不来的 所以 使劲 拧一下 应该可以了吧 你看 你看 现在 就差那么一点 你看 现在就好了 然后把两枪线对齐 把这个 slice up 再给它 按进去 整根枪就好了 那么咱们现在再把它改造成open的枪 好 首先就是拆 拆 我刚才已经演示过了 大家就知道那个怎么弄就好了 这个就不用再说一遍了 因为刚拆过 非常紧 这个 好拆到这一步 接下来就基本不中怎么动 但是这个后面咱们要把它拆下来 当然你们拆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是因为我提前已经把它弄出来了 好 咱们首先要装的是 这个compensator 也就叫抑制器 其实就是抑制这个枪 不要让它枪口上跳的 好 装回来 然后这个再把它装进来 然后看到这个凹了没有 这有一个凹面 和这是圆的 凹面要朝向枪管 注意这个 一致 好 放进来 然后往前一起推 推到头 把它拿出来 好了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装进去 切变它没有问题 好 咱们再把这个 slice stub 插进去 好没有问题 工作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接下来去装taring handle 那么这个taring handle 你喜欢装那条 你喜欢装那条 你可以比如说 但是我觉得 以我感觉来说 我喜欢装在这条 我这么拉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你在拆枪的时候 一会这个是要装在这里的 它就会被它挡住 你每次拆枪 你还要先把它拆下来 你才能拆枪去清洁 那么有的人为了简单 就把它装到这边 就这个样子 其实也可以 就比如说你上上头 这么上 对吧 或者你那么上 都可以 但是我可能还是觉得 我舒服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是这个样子 好 接下来 这一大堆 这个6.8 单手 找到这个大个的花的 先把这个大拇指 放大拇指的这个踏板 给它卸掉 这个英文叫Sum rest 就是大拇指的这个停放的地方 它也是一个就是 爆让你大拇指有一放掉 并且稍微用点力 能够抑制这个枪的上跳 当然了这个枪改成open之后 就是加了这个compensator 加了其他那些东西之后 这把枪打9毫米的感觉 就真的像是你在打点2的感觉 就是可能后度力比点大一些 但是也仅仅限于有限的状态 就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可能你会觉得说 失去了射击的乐趣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open的枪 因为它真的就打起来不像是枪了 这你明明能听到bong很响的声音 然后你也能看到弹壳飞出来 你也看到洞也不小 但是传到你手上的感觉就是 就轻轻的抖一下那种感觉 所以就很诡异很怪的这种感觉 所以open组呢 他们就是比的是看谁快了 就已经 就已经不是比谁准了 这个枪想打准 其实太简单了 然后咱们再 这个完事 咱们把支撑架 这个装红底的支撑架 把它放上来 然后这堆螺丝 螺丝拿出来 咱们去找这种短的大的花的 短胖的大花的 然后把它放进来 然后有logtide 记得要先拿饼铜 或者brick cleaner 把螺纹里面和螺丝彻底清一下 不要让它上面有油 然后上logtide 就是那种就是螺纹锁定胶 就防止你在打的时候震你没拧好 比如说震震震震震震 这个螺丝就松掉了 就可能丢了 你还得重新再找再配 对不对 或者你松掉了 就造成你的枪轰点不准 你到时比赛你打不好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该做哪一步都要做到 当然我现在只是演示 因为饼铜那个味道在屋里弄 味道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大家你们自己做得好就记得 拿饼铜喷到布上 把所有这个油都擦掉 然后这个螺纹孔里也要喷 把油全部去掉 因为油跟那个logtide放在一起 会影响logtide发挥 把它锁定在那个位置 好 这我没拧太紧 这本来没想到螺纽固定的 好这个样子之后 咱们再去装这个手的这个 那么这个你看 找最小的小花的这种短的 放到这里下面这个 看这一二三四四个洞 这是一个洞 所以你先装后面的一个洞 为什么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先把这一个洞 记住不要拧紧 轻松松松的就是两个手指都捏着 你能转到的最大力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要调整的 比如你看那么多位置 这个洞比如说它是这个角度 或者这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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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以我个人喜欢 我喜欢是从下向上数的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角度 我拿着是最舒服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把这个螺丝放进去 对准 倒数第二个洞 然后给它拧进去锁定 好 这就锁死了 然后咱们再装这个 这个红点 C-more 那么这个你看上面 第一个很简单 它用这种大螺丝 它第一个是从这里进去的 这里进去 它里面还有第二个洞 你看这里还有第二个洞 它在哪呢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把这两个挡板 这两个小上面两个小板子 拆开 你才可以装那颗螺丝 所以找到螺丝刀 把这两个拆掉 C-more整个都是塑料的 所以它用的就是这种木工螺丝 所以它那个纹特别的粗 好 这两个拿掉 这个是电池 大家电池就不要动 要么另一个螺丝 就是从这里下去的 看来它是从这里下去的 这个样子当然是摁不太好摁 这个 给拧一下 这个样子 好 然后 把它放到枪上 第一个洞就是前面那个 这个位置好吧 再拧进去 第二个洞 把它拧进去 好 拧紧就可以 切记不要暴力去拧 因为这个C-more的整体是塑料的 你拧的太紧的话 这个会裂掉或者爆掉的 绝对不要靠蛮力去玩了命的去拧 这个东西 它一定会坏掉的 所以轻柔就可以 只要就这个东西 你看有点劲吃上一点劲 它不晃不动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入马力 然后再把这个盖子给它盖回去 然后螺丝 拧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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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这个短头手指头拧紧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用那个 就是拿短头差距拿长头拧那样也是会裂开的 好 然后咱们把这个向后推向后拉 扔到后面之后 把这个slide stop推上去 咱们装charging handle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我说的 如果它放到这一面的话 你在拆slide的时候 它是要向前走的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我说的 它你看这里就会被这里挡住 然后当然我还是喜欢在这面 我觉得拆枪不烦 所以就还好 我肯定是在这面 因为我拉着舒服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拆枪 还要拆来拆去拆它很烦的话 你就把它装到右边 这样就好了 然后还是把它放到我喜欢的左面 然后拿个螺丝刀把螺丝拧紧锁定好 好拧紧锁定 OK了 这个样子它就变成了一把open枪 就是这个样子 好咱们来看一下 变成open枪之后 当然这个应该就叫做全配 就已经全配成这个样子 那么咱看一下它的重量 它的重量是三磅 四盎 然后又八分之三 所以非常的沉这把枪 而且加上它的compensator 这个枪打起来 真的是就没什么厚子力了 就就真的有点像 你花着9毫米 打着9毫米子弹 花着9毫米的钱 然后你感受着点儿的感觉 然后咱们测一下它的板机 然后这个枪是single action 因为它毕竟是比赛枪 它不需要大包挖身子 就彻底不需要 好咱们来测一下 一磅7.4 一磅5.9毫米子 一磅5.9毫米子 这根本就没没过两磅都 15.1毫米子 没有过磅 一磅10.4毫米子 一磅11.3毫米子 一磅8.9毫米子 我们看一下平均值 一磅7.2毫米子 非常标准的一把open枪的板机 当然了可以做的更轻 可以做的更脆 但是看你能不能驾驭得了这种板机了 不要盲目的把板机搞得太轻的 有的时候还是会挺危险的 对于驾驭不了的人来说 好咱们CZ的鹦鹉 咱们就已经把它讲完了 咱们怎么拆怎么装 并且怎么把它变成open 那么把它变回去 大家就是逆向工程看视频 对吧 大家还是要举一反三 你不能真的是落个大饼套在脖子上 你也会把自己饿死的那种 最好不要做那种人 咱们还是去吧 你把它视频倒过来看 它就是能变回 用这个变回production的 你想变成open 你自己去改 按照我视频把它改成open 想变成production的 你反过来就好了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